他會叫你去一個地方投票 你可以同意或不同意 同意的話就會形成這樣子的方案 等兩年就可以完全回款 我不能說他一定是假的 但是我可以說 很多的詐騙交易所會用這樣子的方式 讓你去入金 很多視訊所觀眾或者是一些 我們之前講過的一些觀念 也都反覆提到這件事情 就是今天如果你的錢 到了任何一個平台 或者投資計畫裡面 領不出來 他巧立任何的明目 無論是因為凍結啊 法律啊 或者是因為稅啊 或者是什麼東西 讓你說如果你錢進去的話 你錢才能夠出來 都是假的 第一個是財大祭出的公司 或者交易所 不代表他不會有一天割你 JPEGS剛打台灣市場的時候 因為當時其實是熊市 他們等於說是一個新的交易所 在FTX剛倒的情況下 他如果想要推廣 我們這些币圈的Youtuber 網紅KOL等等的 會很擔心他會有什麼問題 那這個時候JPEGS其實就展現了 他們的很雄厚的財力 包括你可以看到他辦活動 或是打廣告 其實他去跟我們談合作的時候 大部分的時候都是我們報價 然後去negotiate那個價錢 那JPEGS呢 他給我開的報價 叫做我隨便開 不光這些事情 因為他其實主打香港的交易所 香港他最大的那個KOL 他們辦的一些節目 可以感受到他願意砸進來的錢 其實是非常多的 還有在台北的亞洲區塊鏈大樓 在小巨蛋辦權上 還有包括說他能夠找到 陳寗酒當代言人 這個其實都是非常非常高的 廣告的開銷 當時我跟幾個币圈的KOL朋友 其實就有討論說 這個交易所安不安全啊 有些人就覺得說 他這麼有錢 在香港這麼有背景 他應該不會輕易的出事 就是會有些人有這樣的想法 那當時我其實就覺得說 這個想法不是太靠譜 就有些時候我覺得我們會有一個 的誤區 就當我們判斷一間公司的安全 或者一個交易所的安全 不應該是看他 願意花多少錢在廣告 或者是他向你展示了說 他還有多少的預算可以燒 叫做他安不安全 安不安全跟他是不是想要來長期經營 應該要從其他的角度去觀察 一間無論你是有幾億幾十億幾百億的公司 在這個市場上 你都想要賺錢 你想要賺錢的方式就是 你想要好好的讓用戶可以持續的交易 或者是你想要有一天把用戶的錢捲走 這兩個模式就跟你公司背後財力大不大 無關 所以說當時其實他們是開很高的價錢 想要去跟有一些币圈的YouTuber 或者是KOL去做業配 其實蠻多人當時也都是先換一下 還是先觀望一下這樣子 那這個東西可能就是未來 我們也會一再的看到的 你看到一些人向你展示他的財力 好像就彷彿說他就不會來害你 因為畢竟他都已經這麼有錢了 他會怎麼害你呢 但是這個想法是我們一般小閃戶 容易有的錯覺跟幻覺 他很有錢但是他不介意再把你的錢變成他的錢 第二個是沒有在CoinGecko或CMC上的平台就別碰 那這個是當時就有一派人說JPEG危險 當然JPEG官方的人或者是JPEG的合作者當然就是護航嘛 那很多時候護航你發現說 腦哥你有些時候也會替帝安護航 你有些時候也會替OKX護航 這個我們要怎麼區分 就是永遠都是公說公有理 婆說婆有理 這樣其實吵下去 未來如果出現一個新的交代所 其實你也很難去區分 因為你不知道他的立場 永遠都是他的立場在哪一邊 他就說哪一邊的話 那這樣我們散戶朋友怎麼分辨呢 其實有很簡單的方式 就是在CoinGecko跟CMC 這兩個比較中立的平台上面 你可以看到他的一些評分跟排名 雖然說這兩間公司也是盈利機構 所以他沒有辦法作為100%的中立客觀 去說你就是1200萬就是第幾名之類的 但是至少現在前10名 或者甚至說前20名的交易所 是不至於有說一間啥都沒有的交易所 就可以擠進這樣子的名次 那我也常說 其實我們新手散戶朋友 你要用前10名前5名前3名 或是第一名就比較安全 那因為每一間交易所 他都有各自的一些優勢或者劣勢 新手散戶很難說 在這一次的JPEG事件就了解到說 因為JPEG有ABC 他沒有DEF 所以我應該要怎麼去分辨一個 好或壞的交易所 有些就是一些最基本的原則 一個交易所要做得到 就包括說有在CMC跟COIN GACO上面 如果這些東西都沒有做到的話 那他可能就危險 那其實當時JPEG就是一個 他在這兩個平台上面 排不進名次的一個交易所 那這個也是我當時 有沒有要跟一些公司合作的時候 我最簡單會先看的一個東西 你先排進那邊的前幾名 然後我們再來看看 你有哪一些特色值不值得推薦 你安不安全等等的 好第三個是 不要碰永鑽幣跟超高的理財收益 這個也是 很多人在JPEG爆雷之前 就提醒大家說 其實你不知道為什麼 他能夠提供你的20% 21% 比特幣 以太幣 跟USTT的收益 這個在Toys的直播也有看到 我剛好跟到那一段 他直接展示了币安上面的收益率 差不多就2% 3% 你說JPEG能夠給多成這樣子 那他如果沒有辦法跟你解釋說 這個利息是來源哪裡 其實他可能就是一個比較 比較危險的收益模式 那當然事實上有一些的理財服務 他確實有機會給你到這個數字 但通常那樣的理財服務 都會是有可能會虧的 就是說他可能會有 所謂的回測出現 他背後是有交易員在幫你做交易 可是如果說是像這樣子的理財 放貸型的功能 他能夠給你穩定的20%以上 大部分的都要非常非常小心 很有可能是期待你把錢放進去 你想貪他的利息 他想貪你的本金 這樣子的一個句 第四個表友雖然他會割 但他不會連我也割的想法 這個是我這幾天看到很多的新聞 包括香港的之前一位律師 叫做林作 然後還有一位叫做陳怡 然後包括台灣可能就陳靈久 大家可能會現在非常的集中火力 在罵這些人 那這些人確實也有他們該罵的地方 那你可以想跟他們對接的時候 尤其是如果你是個幣圈人 比方說你是我 你很容易就覺得說 這個交易所 雖然說他看起來有一定的危險 可是現在跟我對接的是他某某高層 是某某董事 或是某某合夥人 他如果今天要割之前 他可能跟我說一聲 那至少我可以 提前告訴我的用戶說 他要出事了 提前可以撤 這樣子也許我在名聲上也不會太嚴重 那我也可以拿到他們很高額的 佣金等等的 然後就動了這個 好像可以賺這份快錢的心 就是你認為說 即使他會去割其他人 不會來割我 這個想法呢 可能是非常非常危險 因為首先其實你接洽到的人 可能也不是他最高層 因為據我私底下跟一些人聊 很多原本他們以為自己是高層的人 這一次也是被蒙在鼓裡的感覺 你以為說你已經在跟高層接洽 結果這個高層 又被更高的高層給割了一波 所以結論就是不要以為說 你跟他是一個什麼合作者的關係 你就是能夠擁有真正的內線情報 我們作為這種網路上合作者 很難有真正的內線情報 像這一次 原本大家都以為說 Jface跟香港的高層關係非常非常好 殊不知在2049的期間 香港就直接一直公文 就把JPAC直接抄家了 超扯 第二個是不要做不知何時收手的投機 因為我自己有使用JPAC這個平台 默默的用 我完全沒有推 稍後會跟他說 為什麼我要使用這個平台 那因為我有用這個平台 然後那個平台裡面 有一些質押的計畫 就是說如果你質押一年的話 他年華報酬率應該是 什麼100%還是50%之類的 或者是有那種一個月一個月的質押計畫 那一個月一個月可能就是20%還是多少 反正就很高 當時我其實就有想過要投 可是我轉念一想 我就沒有投 因為我會覺得說這個東西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要收手 就假設說我現在錢投下去 好一個月到了 喔我確實拿到這個月的利息 然後呢 那我是不是會對他信心又上升一點 那我下個月是不是會投 下個月我賺到錢 我信心又會上升一點 然後我就會繼續投 在這一個月一個月賺利息的過程中 你對他的信任只會越跌越高 就是你在半年前其實你就想好 我最多就賺六個月 但事實上 隨著這六個月 每個月他都按月給你利息 你對他的信任是比六個月錢更高了 你會不會覺得說 好啦不然我再給他三個月 我再給他六個月 其實結果就是有一天 你發現說香港的公文下來了 你的錢全部沒有了 所以這個是我沒有去投這個活期的理由 也是我能夠在某一個時間點 能夠撤資一部分的原因 所以我想這個心態是有部分保護到我 分享給大家 然後第六個是不要以為網紅 或者是有錢的合作者會為你負責 JPAY是台灣有一個合夥人叫Tony 就是這陣子有很多他的一些截圖傳出來 他以前的文字裡面有提到說 如果這間交易所出事的話 我可以負責 那這個就像我剛才說的 就是有可能就是Tony覺得說 他認識高層 今天高層如果要跑之前 一定會提醒他 所以再怎麼樣 出事之前 Tony一定有辦法提醒他的這些用戶等等 結果看起來是沒有 他是表示說他自己也有1億台幣在裡面 今天一間公司真正能夠為你負責的人 你會不會喊說出事了我負責 相反那些會喊為你負責的人 往往不是那個真正能夠為這間公司負責的人 他們通常都是網紅 或者是各自的交易員 想要用這樣子的方式來讓你相信他 當然他不一定是騙你 他可能自己也非常相信這間交易所 只是他也被騙 然後就是可能很多人會覺得說 今天陳丁九有代言 陳丁九背後的團隊 一定把這間交易所都摸得很透了 他才敢用他的名字 似乎有替他擔保的味道 就像前面說的 今天無論他多大牌合作者 畢竟他的本業是個歌歌手 也許他覺得說他很瞭解這間平台了 但事實上 他也有可能是被蒙在鼓裡的那一個 然後這兩天 JP出了這個新聞 更新日其實9月21號 他會叫你去一個地方投票 你可以同意或不同意 同意的話就會形成這樣子的方案 等兩年就可以完全回款 我不能說他一定是假的 但是我可以說 很多的詐騙交易所 會用這樣子的方式讓你去入金 很多視訊的觀眾 或者是一些 我們之前講過的一些觀念 也都反覆提到這件事情 就是今天如果你的錢 到了任何一個平台 或者投資計畫裡面 領不出來 他巧立任何的名目 無論是因為凍結 法律 或者是因為稅 或者是什麼東西 讓你說 如果你錢進去的話 你錢才能夠出來 都是假的 那JP這邊的說法 當然跟上述幾個都不一樣 只是他的概念也是非常接近 你現在錢進去 你都錢可以出來更多 我可能是不會選擇用這樣的方式 去再入金去賺這個分紅 只不過呢 作為一個裡面真的還有錢的用戶 這個投票我剛才是已經同意了 開一下手機跟大家分享一下 來這個就是我的帳戶 資產 0.05389的BTC是1400多美元 差不多35000塊台幣 這個就是我在JPX上面還有的餘額 希望JPX官方能夠信守承諾 兩年內能夠還回這個錢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為什麼我當初要入金JPX 當時我新的想法是 既然我沒有打算要接他們的合作 如果說這個交易所就這麼一直成長下去 然後只有穩步 成為一個穩健又大的交易所 我會很歐 所以我就想到了一個方式對沖 我就辦了JPX賬號 我就買他們JPX 這樣子對我來說 如果說今天他真的成長了 那我可以從JPX上面獲利 那如果說他今天沒有成長的話 證明我之前的判斷是對的 就是至少我沒有連名聲也賠進去 是一個對沖的心態 那我錢進去之後 就買了一些JPX 然後做了一些交易 在裡面是有賺到一些錢 那在7月那個時候 他們的JPX幣價有一次斷崖式的雪崩 雪崩的那天 我就把我獲利的部分就了結 轉出來 這個是Terra Luna給我的教訓 就是這種幣價一直往上漲的模式 如果說今天真的發生了一個什麼事情 導致幣價一根下來 通常你不要給他任何的機會 因為接下來他其實就是硬撐 即使你看起來說他好像有要回來 Terra Luna給我的經驗是他不會回來的 他絕對會再崩下去一次 事實證明兩個月之後 這個交易所就出事了 雖然說我在裡面還有一些錢 所以我這次受傷的也沒有太大 你看我錄週報沒有太多的心情起伏 就是2022年的Luna跟FTX 已經給我足夠的經驗 讓我可以在這一次的事件 即使我有放錢進去 也不至於虧損太多 希望這份經驗也可以分享給大家 無論你在這一次是不是有真的受傷 那如果你真的還有錢在JPX裡面 很多的他的一些救助者方案 包括他叫你填一些個資什麼之類的 也都要非常非常謹慎 因為其實說實話 目前還沒有真正的一個JPX高層跳出來說 他是這件事情的負責人 所以他要處理